因为卫英急事输了血 宝宝的手术很成功 伤口上的玻璃碎片清理干净 血也止住了 打了麻药 人还在昏迷中 但情况稳定了 倒是卫英 输血过多导致心理衰竭 自己却成了那个被急救的人 王向小从手术室出来 知道输血的人是卫医生 朝着护士发了一通火 护士被骂哭了 他自己都贫血的要命 你还抽他的血 你是要他的命 护士抽气着 无辜急了 他又不知道情况 而且卫医生自己就是医生 他说行 他一个护士难不成还反驳他吗 一阵吵嚷间 蓝忘机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他本想挂断 可看见屏幕上闪烁的名字后 还是接通了 忘机 你在哪里 哥 我在医院门口 对方又急急补充了一句 蓝忘机一愣 报了病房号过去 很快 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孩子怎么样了 蓝忘机又是一愣 兄长这么巧出现在医院 然后一来劈头就问宝宝 很难不让人觉得奇怪 兴许是蓝忘机的惊讶太过于明显 蓝希臣稍稍理智回笼了些 王妈打电话给我 说你带回去的孩子受伤了 我猜想就是念希 怕你一个人顾不过来 就赶过来了 蓝希臣没有说自己听见孩子受伤时 心有多恐惧 他不知道卫英之前说的话有几分真假 但接到电话那一刻 他真的很怕 几乎没有思考 他就开着车一路狂飙着过来了 听完人的解释 蓝忘机心中的疑云暂时解开了 宝宝没事 他在隔壁病房休息 还没醒 魏无羡怎么了 蓝希臣听见孩子没事 松了一口气 这时才注意到病床上躺着的人是魏无羡 不要告诉任何人 蓝忘机差点脱口而出时 猛然想起魏英的交代 他情绪激动 晕了过去 没事吧 蓝希臣拧着眉心 是有多紧张才会激动到晕过去 也许宝宝真的是魏无羡的女儿 没事哥 要不你帮我去看着宝宝 醒了告诉我一声 好 不用弟弟说 蓝希臣也是急着要去看小人儿的 蓝希臣突然进来 让守在床边的王相小挣了一下 又是一个帅哥 医生 你好 我是孩子的亲戚 那个 蓝忘机的哥哥 蓝忘机 王相小脑子猛了一阵才想起 魏医生的朋友叫蓝忘机 这么一说 兄弟俩是挺像的 蓝希臣解释完 也顾不上别人怎么想了 全心思都在床上的人儿身上 小小的人儿 脑袋被医用纱布包得严严密密的 只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 着实让人心疼 蓝希臣坐到床边 想握一下人的小手 发现手也被纱布包着 眉头皱得更紧了 电话里听王妈的说法 是下颗养的宠物猫把花瓶打碎了 小姑娘跑得快 踩到水滩滑倒 刚好摔到了玻璃上 流了满地的血 蓝希臣不敢想象该有多痛 她还这么小 就吃了这么多苦 蓝希臣望着她 就像看着曾经心爱的女人 心被刀子割开一道道伤口 那一年 他们分手时 彼此都痛不欲生 蓝希臣自知对不起爱人 后来 偶然一次遇见 两人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事后 蓝希臣醒来 那人已经消失了 还留下了纸条 说她已有家事 以后不要再见面 想起过往 蓝希臣后悔不已 离婚后的她 第一时间就去找了人 得知爱人一事 蓝希臣万念俱灰 可调查的人却说 查到江青梨曾经怀过孕 在医院做过产检 之后的情况就查不到了 好像是有人故意隐藏了 蓝希臣是当即就想到了他们发生关系那一次 彼此都没有预想过 所以也没有做安全措施 她顿时就燃起了希望 如果 病床上的人一语了一声 今天发生的事太多 正脑子乱成一团 失神中的蓝忘机 还是第一时间感觉到了 猛的站起 卫英 卫英 宝宝 这一次说得很清晰了 卫英 宝宝没事 没事了 你别担心 蓝忘机安抚的话刚说完 那人 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盯着面前的男子一会才开口 蓝湛 宝宝呢 宝宝在隔壁病房 你放心 兄长在看着他呢 凶 长 卫英你难了一句 突然眼睛露出惊恐状 我要去 看宝宝 卫英 你不要动 手上还扎着针呢 蓝忘机想按住他的手 却被人一掌挥开了 蓝忘机凝眉 他不明白这人为何情绪激动了起来 卫英的头刚离开枕头 又重重跌了回去 虽然补充了营养 但还没那么快恢复体能 卫英 宝宝没事 蓝忘机一再强调 可某人似乎听不进去 蓝湛 你快扶我起来 我要去 蓝湛 挣扎的人突然安静了下来 眼睛盯着蓝忘机 眼力赤裸裸的巨翼 我 叮嘱你的话 你没有说吧 蓝忘机这么一下 明白过来后摇头 没有就好 卫英重重嘘了一口气 卫英 蓝湛 你别问 什么都别问 我现在只想看到宝宝平安无事 你扶我过去 求你了 看着人哀求的眼神 蓝忘机终是不忍心 好 卫英过来的时候 蓝西辰还看着床上的孩子发呆 倒是王向小看见门口的身影 第一时间跳了起来 卫医生 你不要命了 谁让你下床的 王医生 卫英一声呵斥 把王向小吼猛了 你先出去 今天做手术的病人你去查房了吗 没 没 没就快去 王向小挠了挠后 挠勺 连自己是为什么被骂的都不清楚 倒是蓝忘机 卫英一连串的迷惑行为 引起了他的怀疑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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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